欢迎收听《卢岳刚著》赵紫阳传 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下卷 第六部 总书记 大秘书长 1987-1989 第二十三章 老人政治 第四节 大秘书长一个 赵多次说过 他不愿意当总书记 他适合当总理 识人皆不信 现在更难理解 中共传统看重党权 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 党政分开的氛围下 权重倾向于经济 总体上 党权是被削弱 被虚弦的 虽然总书记理论上有总览全局之权 但是即使在胡耀邦大书记处时期 面对经济专家赵 胡的权力只能是被切分 相对而言 总理时 总书记需 赵喜欢时 回必需 邓胡赵体制下 在国务院当家理财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得心应手 可媲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贤能宰相 以下的评论会有一定道理 就影响力而言 历代宰相不能跟赵紫阳比 王安石 张居正等名相的影响力 只是对士大夫而言的 而赵紫阳的影响力是对一个国家结构 滋上而下的 赵对党国体制有深深的质疑 赵是中共见证后第三任总理 第一任总理周恩来 第二任华国锋 自然有人拿他和周恩来比较 赵多次跟身边的人说 我当总理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和周总理一样看待 也千万不要把我和邓 陈 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一样看待 赵的意思是 按照参加革命的时间 他是晚辈 对老一辈革命家表现出了绝对的谦功 华国锋是毛敌传 党政军最高权力急于一身 偏重于党军 国务院主管先是副总理李先念 后陈云 邓小平陆续增加权重 替代了话可不论 以中共见证为历史节点 赵可比的是周 周作为中共政治伦理的正面形象 与林彪四人帮相对应 在党内享有亲旺 民间也视为道德楷模 所以有十里长街 宋总理如期如素的场面 和秉承清明肃运动 宋周反毛 周恩来干联 善统战 外交 中共的江山没有一半 也有三分之一 是他打下来的 中共打江山的三大法宝 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 历史学家何方有一个精辟的总结 毛统治的历史上两个人没有党 一个是陈云 一个是周恩来 招数是 遇到问题 陈云生病 周恩来检讨 毛周是君臣关系 周能以极其柔软的身段对付毛 被毛百般凌辱 却致死没有被打倒 与他完全放弃了个人尊严 唾面自干有关 也与他养毛鼻息 注重为虐有关 周历史当可定论 半明君或可贤相 辅暴政 则是宁臣 历史学家高华 对周有一段评价 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 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七十分 他按八十分来利用 上司觉得坏到七十分 他会以一百分来对待 毛对周 脏活和外交的活要周去干 毛用周却厌恶周 不信任周 形成了一种历史上 最为扭曲的君臣关系 周在对毛的极度恐惧中去世 接替赵的新任总理李鹏 是周的养子 苏联培养的电力工程师 与陈云同属亲苏派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一个典型的经验 知识贫乏 事业狭隘行为僵化的技术官僚 却是计划派强有力的代理人 后与姚依林结盟 在中常委形成了 照强大的反对派 关于李鹏 国内外负面评价颇多 仅举一例 1985年 李鹏以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访美 在洛杉矶公开场合 跟美国人大讲计划经济的好处 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作法的好处 让美国人觉得他是一个满口苏联教条的亲苏派计划派 具有刺猬一样的性格 13大之前 赵代总书记兼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长达一年 权力达到了顶峰 13大后 赵总书记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实际的政治经济事务的决策者 这样的安排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 但是他依然只有干涉权 没有人事权 毛说过妇如皆知的一句话 正确路线确定以后 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 赵首例没有自己的干部 13大前胡耀邦总书记时期 邓决定成立妻人小组处理13大人事安排 连总书记胡耀邦都靠标站 而12大的人事安排由胡耀邦直接抓 然后向老人汇报 13大人事安排为什么先是排斥胡 后又排斥赵 赵认为 这大概是由于这一次和12大不同 因为涉及到几位老人流退问题 所以邓把他直接抓在手里头 通过欺人小组贯彻他的想法 欺人小组直接听命于邓 胡耀邦事件后成立五人小组 代行中常委职责处理日常事务 不过欺人小组长期是一个五人小组平行的机构 直到1987年7月7日 邓才宣布归为五人小组领导 欺人小组的成员分别是 薄一波 杨尚昆 王震 姚依林 宋任琼 武修全 高杨 其中杨尚昆 薄一波也是五人小组成员 13大两件大事 一件是政治报告 一件是人事安排 人事安排中 老人的安排最敏感最难办 安排的过程照披露了权威性的资讯 照录如下 早在胡晓邦辞职之前 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欺人小组 负责提出13大人事安排的方案 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 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 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 都主张邓仍然留在常委里美好 因为邓不参加常委 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 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 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 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 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 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 更为名正言顺 但邓坚持认为 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 李先念的国家主席 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 在13大不改变 那就是一种倒退 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 他说我们无论如何 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 这是1987年3月 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 但要求他们退下去 邓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中 所以他提出 一个人全退 三个人半退 即彭真全退 邓、陈、李半退 也就是说 邓退出政治局常委 仍任军委主席 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 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 一个人保留实职 两个人担任虚职 一开始的时候 陈云、李先念、彭真 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 邓就请国一波 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 几经周折 看来当时难度还是挺大的 直到7月3日 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 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 陈云一表态 其他人也就好说了 这样这个方案才勉强的接受下来 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坤 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 继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 他们还管不管事 重大问题的决策 他们还参加不参加 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 但提出一个意见 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 不能有几个婆婆 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 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 这种说法很形象了 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 是常委之上的婆婆 其他人不能这样 但从以后的情况看 有重大问题 邓还是得同陈云李先念商量 主要是陈云 这件事博一波是如何向陈云李先念疏通的 我不知道 直到1987年7月7日 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 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7月7日邓家五人小组会是非常重要的会议 至少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最后决定了老人的去留及其职务安排 第二件事是决定七人小组归五人小组领导 之前最重大的决定是 只有一个婆婆 即邓是常委职上的婆婆 这个过程是在完成邓臣双寡头制 向邓单寡头制过渡 老人们都退出常委 但是并没有结束老人政治 只是由直接指挥转变为间接掌控 继十二大老人常委体制 当时有八老治天下之说 转变为了影子元老会体制 类似于建筑体制 邓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牢牢掌握最后的发言权军权 毫不忌讳的宣誓枪指挥党 陈接替邓担任中顾委主任 李先念的国家主席职务交给比他还大两岁 已经八十岁的杨尚昆 转任全国政协主席 邓的思路是用地盘换常委位置 实现所谓半退 所谓半退说白了 就是只有知情权建议权 没有决策权 陈云李先念二位有个特权 可以派秘书代表他们 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 中顾委全国政协 对邓是两股制衡的力量 俨然三权分立 邓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所以邓只能够实践 元老权力制衡下的单寡同志 邓是影子元老院主持 同时是十三大中常委的婆婆 即是赵的婆婆 十二大前后是一群人 当胡耀邦的婆婆 朱厚泽刚一进京 就看到了这个现实 知道胡在中央政治中的权力有限 发挥有限 说总书记根本不是总书记 是个小媳妇吗 照乐见单寡投志的行程 赵说在7月7日邓家的会上 薄一波提出 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 讲几句话 宣布今后重大问题 仍然要向小平同志请教 由小平拍板 当薄一波讲这番话的时候 邓表示 国际上只要明确了 他即邓小平仍然是决策者 就放心了 邓说的是事实 中国改革开放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时 最终决策者只能是邓而不是任何人 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 照受惠于邓 莫有过制者 于是有了十三届一中全会 那个请邓掌舵的著名决定 照讲话相关内容如下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 我们党的第一代革命家 我们的小平同志 先念同志 陈云同志 还有彭真同志 等其他几位老同志都健在 他们的丰富经验 是我们党的财富 我们仍然能够得到 他们的指教和帮助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小平同志 十三大通过的报告中 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专门讲了小平同志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 做出的重大贡献 确实 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 重要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 是经过历史考验 并为党内党外 国内国外所公认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尽管小平同志 没有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 但实际上是小平同志在掌舵 今后小平同志 虽然退出了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 但小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 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 仍然没有改变 我们仍然需要小平同志 继续在重大的关头掌舵 政治局常委认为 今后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 常委仍然有必要向小平同志请教 小平同志仍然可以召集我们开会 我们恳切地向全会和小平同志提出这个要求 因为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我相信全会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请求 好 我们这个请求得到了全会的热烈赞同 我们把它看成是对政治局常委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支持 赵主持的这个决定受到党内民主派的诟病 原中纪委副书记曾参与赵软禁期间秘密录音 写回忆录的肖洪达 曾当面批评赵 十三届一中全会关于邓小平问题的决定 邓在党内拍板地位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将邓摆在了太上皇的位置 我们应反思我们这种封建的东西 一人执政一句话上台下台 以我执照个人名义请教你执邓 可以组织上这么做那就错了 肖洪达讲的也不算错 十三大权力结构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大家长制 也就是邓818讲话批评毛的封建制 封建制是党内民主派政治改革的一个靶子 但是一个含混的靶子 学理上并不支持中国传统社会 是封建社会这么个历史概念 封建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 后来约定俗成成为皇权加天下专制主义的代名词 党内民主派的思想武器 一个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二传手的西方自由民主理论 西方学者观察分析的更丰富些 如权力来源权力结构等 美国历史学家马若德比较胡赵处境 有一个敏锐的观察 说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 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 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 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 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持团派 因为胡自1950年代起就领导这个组织 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 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 没有什么老关系 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 消息比较闭塞 除此之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 那就是邓小平 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即使是邓 面对元老们的强烈反对 他也必须左顾右派 权衡折衷 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 赵就坚持请留 邓的地位越巩固 权力越集中 左派反对派的阻力就越弱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这个转型国家 集权与分权有一个内在的张力 此消彼长的悖论 集中体现在政治与经济的分权改革 必须在高度集权者手里才能实现 在这个语境下 去看新权威主义思潮 在十三大后兴起 霍剑端倪 关于新权威主义 邓赵之间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赵对邓说 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 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 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 一位台湾的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 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 获得一个稳定时期 使经济得到发展 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 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 小平提到方立芝 我就把上面的事讲给他听 有一种新权威主义 就是政治强人 冷定局势 发展经济 他说 我就是这个主张 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查证赵紫阳日志1980-1989 和邓小平年谱 邓赵这次谈话 时间因为11月28日 后来新权威主义的研究 聚焦于新加坡模式 赵说 新权威主义就是新加坡模式 政治集权 经济开放 一党专政 集权于中央 李光耀当然成了 新权威主义代表性人物 在回答 你是否赞成新权威主义时 赵说 对这个问题 我既没有表示赞成 也没有表示反对 我只是感到也有道理 因为在落后国家 发展中国家矛盾多 需要有权威人物来推动 那么问题来了 新权威主义者 属异的政治人物是谁 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家祥说 我提出新权威主义 有两个动因 第一 首先是产权研究 发现保护产权 最得力的是维多利亚王室 发现权威离自己越远 自由越大 第二 我提出 新权威主义的明确目的 是赵紫阳 希望赵紫阳 能够领导中国改革 而赵的回答是 有人说我搞新权威 如果我搞新权威 就不会把权力 下放到地方 下放到企业 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比较厉害 条条框框很难削弱 我思考的问题是 怎么能够解决前三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怎样避免文革产生的悲剧 新权威 赵属一邓 新权威主义者 属一赵 辩知新权威主义在现实政治中完全搞错了对象 是李光耀 蒋经国的大陆中国幻想 另外新权威主义在赵智囊中并不是多数派 很孤立 但是与部分红二代中所谓的统治阶级意识的 威权思想有一定重合 必然带来民主派的激烈抨击 八十年代中后期 是自由民主风气 威权主义现实 照领导邓支持的政治体制改革 确实有其内在矛盾性 但方向是分权改革 新权威主义天生政治不正确 不管它的提出者是多么雄辩 多么有针对性 而且从实践和代表人物来看 新权威主义者的心智及其理论 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既对权力的依附与恐惧 虽然新权威主义的社会目标 声称是宪政民主 1984年建国 35周年国庆 天安门游行队伍里 打出了小平你好 横幅 这是一个标志 极权主义时代结束 威权主义时代到来 威权主义时代的象征是邓 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赵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 不过赵也是矛盾的 赵反对老人政治 却受益于老人政治 反对大权独揽 却希望邓定于一尊 享有绝对权威 在邓的阴币下 抵抗陈云 李先念等老人 对改革开放的干扰 自己好干事 但是赵主持的 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在全党面前 授予邓最后决定之权 严格讲存在法理隐患 军人和枪杆子中国政治的最后语言 既可以支援改革 也可能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政治改革呼声和民主运动 邓有两面性 枪杆子也有两面性 赵后来指责1989年5月20日邓家会议 邓在赵和胡启力缺席的情况下 拍靶撤销了赵的总书记职务 不具有合法性质 主要是指不具有程序合法性 而不是实体合法性 对于军人 命令不需要程序 枪杆子就是最大的合法性 邓曾经跟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不热金斯基讲过一句话 理解中国并不难 毛泽东主席是军人 周恩来是军人 我同样是军人 单刀直入 生杀语多 这句话也可以拿来理解 包括邓在内的所有军人主导的社会变革和转型 傅高义观察邓的形式作风 感叹道 在世界政治史上 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人 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利交接仪式 傅只看到了表象 邓完成了仪式 只不过不是常规的仪式 1979年1月访美 美国人给邓副总理以国家元首的领域 紧接着的对月战争 大国政治承认加上号令三军另行禁止 这都是仪式 十三届一中全会就是正式授权仪式 1984年建国35周年国庆 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兵你好 是非正式授权仪式 可以从军人四川袍哥后代两个维度 去认识邓的政治性格风格 仪式有 名分没有 邓不要最高名分 挤取毛的教训 摆脱了年事已高 被日常事物纠缠 既可长寿 也可以给自己留了政治余地 同时也给自己留下合法性隐患 既高名亦无奈 不过政治博弈 实力就是一切 邓笃信这一点 并且能够牢牢掌控局面 以不一之身 难寻讲话 扭转乾坤 最后击垮计划派保守势力 可谓登峰造极 就依靠的是军队效忠 保驾护航 十三大老人们都退出了常委 让薄一波给陈云传话 这个党只能有一个婆婆 赵也在全党宣布 邓的掌舵地位 但事实上并没有形成 邓前纲独断 单寡头的局面 陈云李先念还在中顾委 全国政协有自己的地盘 邓还不能忽视 他们二位的政治存在 在赵眼里 邓 陈 李都是婆婆 不过是权重不同的婆婆罢了 陈云李先念 是可以叫赵到家里谈话的人 赵说 我带总书记的时候 陈云要开会 小平说不开会 陈云要开会 是要说话的地方 小平不开会 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 我没有开会 陈云问我 为什么不开会 我说 我是大秘书长一个 要开会 你和邓商量好的再开 陈云听后 重复我的话说 大秘书长一个 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 总书记很难当的 李先念还说 赵只听邓的 不听他们的 两个人难办了 三个人就更难办了 所以赵是按照大秘书长的角色 来看待自己的总书记职务 和十三大权力结构的 伺候三个婆婆都得罪不起 三面都要摆平 一个基本事实是 薄一波牵头 直接听命于邓 主管十三大人事安排的七言小组 在胡耀邦时期就存在了 五人小组成立以后 是一个代行中常委职责的过渡班子 7月7日 虽然邓决定七言小组归五人小组领导 实际上领导不了 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长 经常要组织部长宋平向他汇报 十三大两件大事 政治报告和人事安排 前者牢牢掌握在赵的手里 直接对邓负责 大干了一番 有创造 有超常发挥 权力在分配 赵却难有作为 发言权还不如十二大时的胡耀邦 对于人事权力 赵任总理时 曾和即将离任的秘书李湘鲁 有一个谈话 赵问 香鲁你要走了 聊聊 这几年什么感想 李说 有个人云亦云的说法 你没有自己的队伍 这在政治环境中 是件很危险的事 赵乐乐 赵说 你说的是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不搞自己的摊子 军队也不管 不也是这样过来了吗 赵对权力有自己的认识 李香鲁说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他为什么没有倒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赵最特殊之处是超前 他对传统政治的逻辑超过了年轻人 比如对权力 在中央阴谋论容易被接受 老干部议论 赵的脑子太活 我问他 他说 你能来 你来做 权力这个东西是让你来干事的 你干不了 你拿回来 他回答得很简单 我理解是 权力是一种服务 他并没有把权力跟利益挂在一起 他说 不是造反派的最高领导 叫一号勤务员吗 这话讲得不错呀 中南海官场 没有自己的队伍 没有自己的人 乃大忌 赵却不以为意 于赵 不是不想 是不能也 不为也 赵对权力 本来就有另类看法 在亲人小组存在的处境下 更是消极 以致中常委权力架构 严重失衡 本来 邓提议 十三大权力架构 是七常委制 赵 李鹏 万里 胡启立 姚依林 乔石 田济云 改革派占上风 后来形势突变 赵回忆 这次 7月7日 在邓家里召开的 五人小组会议上 对新的政治局常委 国家主席 国务院总理 人大委员长的人选 也正式定下来 关于政治局常委 开始提出七个人 在此次 五人小组会之前 一直是这个方案 后来 由于各方面 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 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 得罪了一些人 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 据说在 亲人小组 酝酿名单时 姚依林 说过这么一段话 万里这个人 如果一旦有什么事 他是起哄的人 也就是说 是不稳定因素 在亲人小组开会时 姚依林又突然提出了田继云有问题 说有人反映田继云 插了一个什么亲戚 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 于是薄一波 在向五人小组会报会上说 亲人小组不同意 万里进常委 另外也提出了田继云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 在这次的五人小组会上 邓听了这些意见后 说万里田继云不进常委了 常委名单由七个人变为了五个人 注意 一 姚氏在亲人小组会上 讨论到常委级别的心肺 薄把意见带到了五人小组会上裁决 二 赵所得信息 不直接 是据说 说明赵是十三大重要人士安排的圈外人 赵的回忆 似乎省略了大量细节 薄只是反映了七人小组的意见 邓就轻易同意七常委改五常委 后来有人说 姚依林很老道 一个人阻止了两个人进常委 天大的事 姚一个亲人小组的普通成员意见 就能阻止两名政治局常委入常 那是夸张 姚进亲人小组 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 他是计划派 左派反对派 陈云 李先念 王震等的代理人 他的意见不仅是个人意见 更是陈 李 王的意志 据说关于七常委 姚跟邓说 我代表陈云同志和先念同志给您一句话 如果万里和田济云进入常委 将会引起党内分裂 很难证实 姚带话给邓的细节是否准确 但在当时老人政治的默契中 这样影响全局的人事安排 没有摊牌式的强硬态度 要扭转邓深思熟虑的中常委 人事安排 是不太可能 那么赵在了解陈 李 瑶 左派反对派的意见后 是否有实力 或者有意愿站在邓和改革派一边 参与这场人事博弈呢 赵的姿态是无可奈何 毫无作为 田济云认为赵生前应有遗憾 其中一个遗憾就是 在研究十三大高层人事安排的时候 赵是得到邓小平和一批政治老人 充分信任和支持的 赵作为总书记的唯一候选人 对人事安排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但赵完全顺从了政治老人的意图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对姚依林这种别有用心的计谋 也没有表示任何的疑议 结果组成了一个 没有一个坚定支持者 而有坚定反对者的班子 政治局常委 他的夫人梁博奇十三大闭幕后 就对我说 班子里连个通气的人都没有 这个总书记可怎么当 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了赵的担心 田说赵紫阳认为常委里面 进一个退一个都无所谓 谁来都能驾驭住 李湘鲁评论说 叶选宁有一次跟我讲 人家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 紫阳同志呢 强将手下皆弱兵 遇到危机 真正信得过的人 只有一个人 暴童 暴童呢 基本上就是个文人 赵不用干才靠体系顺势而为 比如田济云 他是有意地保持了距离 田济云当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 有些话都找我去传 沟通并不顺畅 赵田渊源很深 田的父亲抗战时期曾任华县 中共政府的教育局局长 赵氏司地委书记 认识田赋 事实证明 田是赵国务院总理时期最为得力的改革助手之一 是政治局中坚定的改革派 田反对六四武力镇压学潮 反对保守派回朝 1991年中央党校发表著名讲话 公开嘲笑抨击左派 1998年公开写文章 高度评价赵在改革开放中的卓越成就 暴童评价赵说 紫阳作为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他当总理总书记是游刃有余的 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个弱点 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 缺乏在尖锐的复杂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 他很少利用各种机会 特别是在行事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去加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当然在当时条件下 他能做的事情有限 但他在明明可以进一步的时候 考虑的却是要避嫌 这种性格上的弱点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评价为忠厚 但对一个政治家来说 在关键时刻可能是致命的 欢迎继续收听第24章 10亿人的发展模式